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,要打造成移居、移業、移遊的優質生活圈,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,而要移居首先要解決食的問題。 本期灣區大視野,帶大家認識粵港澳三地聯手打造的粵港澳大灣區蔡藍子工程,了解公澳門農產品如何實現,從種子到筷子,全流程監管溯源,保證市民食上、放心菜。 今年9月份,粵港澳大灣區蔡藍子平台在廣州正式啟動,首批來自大灣區蔡藍子生產基地的優質農產品, 先後從廣州配送中心,運往香港、澳門等大灣區城市。 12月1日,粵港澳大灣區蔡藍子銷售點集中授牌,全國682個粵港澳大灣區蔡藍子銷售點同時開業。 授牌儀式當日,部分銷售點帶來產品向市民集中展示,各式新鮮蔬菜、瓜果和琴蛋吸引不少居民前來品嘗體驗。 在每一款產品包裝上,均貼有蔡藍子產品標識和二維碼。 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,產品的種植基地、質量安全監測報告等信息立即顯示出來。 實現了產品從產地到上市的監管全覆蓋。 我們在那個地方,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產地的信息,包括產地的GPS,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產地的狀況。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供應體系,因為它可以做到從產地直接到我們家裡的菜籃子。每天我都可以買到最安心的食品。 隨著二維碼提供的產地信息,我們來到位於廣州南沙區的東星農場。 作為首批粵港澳大灣區蔡藍子生產基地之一,東星農場從70年代初開始從事港澳蔬菜貿易。 在內地的農產品種植面積超過4萬畝。 出產的農產品會在當地的檢測室檢測兩次。獲取的檢測數據將會上傳到產品信息平台上。 在東星農場的蔬菜包裝間內,農場員工會入會將產自全國各地的新鮮蔬菜仔細挑選, 再統一包裝,貼上表簽,送往大灣區城市。 從我們一個田頭、播種,再到我們一個成長期去施肥、噴藥, 這些方面都有層層的監管。 到我們一個二維碼生成,消費者買到我們一包蔬菜。 可以知道那包蔬菜是來自哪一個產地, 哪個負責人種植,何時施肥、除草、噴藥, 包括何時成熟的時間送去哪一個農場包裝, 這些信息都一目了然。 就等於那包蔬菜的一個身份證。 自實施粵港澳大灣區蔡藍子工程以來, 全國各地達到供港澳質量標準的優質農產品越來越多, 市場體系逐漸完善。 蔡藍子銷售點的集中開業, 也將滿足包括港澳地區在內的全國消費者, 對高質量蔡藍子的要求, 為國家鎮興農業和食品安全建設, 賣出關鍵一步。 請問一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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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,